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攻略 圓神4.6 封單全寶箱讓物神童 一條龍全收集舊日赤海諾托斯區邪律上的永續 是為了舊日與明天遲來的歸鄉他的 村民在那邊超越時空的空響 安提庫舊港 神童20 寶箱58 好 那我們這一批來到 雅魯斯之門正中間這一個矛點 然後到這裡往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裝一下 這邊我們低頭開 然後是在前方這個 這個是什麼 反正是頂上有一顆神通啊 我來拿到 拿到這一顆神通 然後低頭在我們腳底下 這邊去找那個停尸炸彈 拿一下他的東西 然後旁邊這個石頭給他打開 好 裡面是一個條快速移動的魚 我們再給他炸一下 這樣就會出現一個精緻的寶箱 來拿到這個精緻寶箱 好 拿到這個寶箱西南方向 地圖走外角這邊游過來 這裡又是一個石頭 把這個石頭給他炸開 好 那炸開裡面是一個 摩拉堆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打開地圖 我們來到我們右下角 這一個摩點 好 過來之後往西北方向地圖裝一下 這邊往前游 那前方又是那個比較尖的這個石頭上 這裡有一個限時挑戰 過來直接開啟 然後把這個炸彈給他引爆 好 那這邊出現寶箱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西北方向地圖轉換角 在對面那個平台 燒抬頭 在對面那個平台上 這裡有一波怪 來把這波怪給他清掉 好 那我們清完怪之後 來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在前方稍高一點的這個平台上 這邊這裡 有兩個這個什麼螃蟹的 這邊這裡有兩筆劍 在這劍這裡有一個挖掘點 點擊挖掘 我們挖到一個普通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 然後再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游過來 在這裡有一顆神童 拿到這一顆神童 拿完了這一顆神童 我們再把這顆神童 我們再把石頭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這邊往下游 低頭 往這邊往下游 好 那在這邊這個 這平台上 這平台這裡的 這是什麼 這一個坑 這個坑這裡有一個摩拉隊 撿起來的摩拉隊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我們先游出來 好 游出來 然後低頭 腳底下正下方 這邊一個摩拉隊撿起來 好 拿到這一個摩拉隊 我們再把石頭轉到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 這邊這裡把這隻怪給它清掉 好 清完這隻怪 然後在旁邊 它這個 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就叫它喇叭花 那我們需要把它這個花對準 旁邊這個 這個什麼帽子 長按 長按 讓它轉過去 這邊轉過去之後 就解鎖這個寶箱了 過來拿到這個精緻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然後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 多大腳下游 好 那這邊游下來 然後從這個山洞進去 再來往正前方走 好 這邊就好玩 好 那在我們正前方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走回來 這裡有一個挖掘點 等級挖掘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我們再往上走 再往我們右手邊 回頭往上走 上來把這個 這個什麼鎖鏈 然後給它解開 好 那這邊對好完之後 會出現一個珍貴寶箱 拿到這個珍貴寶箱 往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這邊走過來低頭 在腳底下這個平台 這邊的石像旁邊 這裡有一個摩拉堆 撿起這個摩拉堆 然後再往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低頭 低頭 再跳下來 在這裡有一顆神通 好 拿到這顆神通 然後再往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走 這裡是一隻怪 我們來把這個怪清掉 好 那清完怪之後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我們再往正前方往前走 走過來右手邊 這裡我們往上走 這邊開啟這個錨點 開了這個錨點之後 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走了跳下來 跳下來之後 在我們的旁邊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一個摩拉堆 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 走 右轉 這邊有兩隻怪 把這兩隻怪給它清掉 好 那清完怪之後 這個仙靈就會解鎖了 那不要著急去跟仙靈 在我們的正前方 西南方向地圖左邊走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奇葵寶箱 仙靈是同路的 順便把這個奇葵寶箱撿起來 然後跟著仙靈走 這裡會出現一個傳統門 點擊進入 好 那這邊上面 這上面這裡有一口鐘 這個鐘的話 我們用弓箭角色 來打一下 好 那打過之後 這個仙靈也 這個這麼解鎖了 我們來拿到神童 然後把這兩隻仙靈給它摸一下 左右兩邊 把這兩隻仙靈給它摸回去 剛才那隻仙靈 是不是在上面 這邊乘坐傳送門 再回來 它在這兒 再給它送回去 好的 那這兩隻仙靈到位 可以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低頭右下角對面那個平台 這個平台上 好 我們從旁邊繞一下 往旁邊繞一下 對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光標的針 好 那這邊過來的話 這裡有一個挖掘 點擊挖掘 又是一個奇葵寶箱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低頭右下角這邊走過來 好 那在我們左手邊 這邊有一隻怪 這裡我們把這隻怪清掉 我們清完怪之後 就能拿到這個樂譜了 好 這邊拿到樂譜 然後我們再回頭西方向 低頭左邊 這裡這個史萊姆 風史萊姆給它打了 所有的風史萊姆全都打掉 好 這樣仙靈就會解鎖了 我們直接進入旁邊的傳統門 好 那過來等一下仙靈 好 這邊再把仙靈給它 哎 掉下來不要緊啊 再叫傳統門上去啊 這裡再把仙靈給它送到位 三個仙靈到位華麗寶箱解鎖 拿到這個華麗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啊 低頭右下角 在對面的平台啊 比較稍微低一點的位置 這邊對面的平台上 這裡有一個摩拉堆 好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 再往北方向 低頭上方 這邊我們直接跳到 下方這個水裡 好 跳下來千水 好 那這邊的話 是一個怪物正式的寶箱 我們把旁邊這個 什麼圓圓彎刀啊 給它撿起來 好 讓回頭把怪給它清掉 好 那我們清完怪之後 來開啟這個 清紫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北 東方向啊 東方向低頭一邊 我們這邊游過來 這裡是這個水草 我們把它割斷 上面還有一個 好 那這邊一個精緻寶箱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寶箱 繼續往前游 東南方向低頭右下角 這邊這條路往前游 一直游進來 這個石像上面 一顆神通撿起來 撿起來這顆神通 然後我們直接 從這條路游出去啊 有一個有一個矛點 我們順手把這個矛點開一下 好 那開了這個矛點的話 我們這一批就要結束 現在我們在這個4.6版本是12個矛點 3個仙靈 58個寶箱 7個現實挑戰 在我們背包裡面20顆神通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這件事 员